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别轻看我年纪小 学乃乌是长动脑 竖起耳朵仔细听 我怕问题你接招 问题多多请接招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早就死了 小朋友好 我是袁爸爸 又到了我们来探讨有关于神方面的话题了 今天要回答的题目是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早就死了呢 我们发现在这世上 有的人可以活很老 八九十岁甚至到一百岁 我们都说这叫做老寿星 可是我们也发现了 在这人世间有的人在婴儿时期 幼儿时期就死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不是早夭折的就是不蒙福的呢 小朋友你也知道 在我们中国人当中 常常讲长命富贵 所以长寿是表示蒙福 对这是真的 可是呢 如果寿命很早就过世的话 是不是就被咒诅或是不蒙福呢 在这里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就知道了 因为呢 人自从犯罪以后呢 这个死亡就进入到这个人世间 原来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呢 是不会死的 可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呢 就必定要死 这个死呢 是两种情况 一个跟神隔绝了 跟神的关系变坏了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肉身上面 这个肉身要死掉 那么因此呢 从亚当夏娃开始呢 死亡跟痛苦 就跟人类的生命当中 变成不可分的一部分 活在这世上呢 每一种生物 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呢 都会面对死亡 甚至包含了植物 动物都会死的 死亡的原因呢 有很多种 特别对我们人来讲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生病 还有呢 出意外 车祸了 或者遭遇到了 突然间的天灾 比如说地震啊 台风啊 或做大水啊 这是天灾 还有的是人祸 比如说有人放火 不小心把房子给烧了 还有呢 凶杀案 还有呢 是战争 这都会造成人类死亡的 那么不管人最常 可以活多久 生命对人来说 其实都是很短暑的 我们只要去问问那些七老八十的人 有什么感想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年长的人会告诉我们说 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 因为一转眼啊 就已经到了七八十岁了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好好的 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要记住啊 每一口气息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但是也记得啊 生命不是只有今生而已 我们死了以后呢 我们因为跟主耶稣 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 那就是永生 那么当我们明白 我们有永生之后呢 这个死亡呢 就不再让我们感觉到恐惧 或者觉得害怕了 死亡呢 就是我们肉身结束了 进到永恒的国度去 也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所以呢 这个死亡只是一个过程 重点是 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日子 我们有没有把握住 与神和好的关系 以及把握住机会 得到这个救恩 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人呢 不管在什么样的年岁当中 死了 我们都可以永远与神同在的 给父母的话 中国人一向忌讳谈死亡这件事 特别对一些年长的人 如果跟他谈死 好像是咒诅他一样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呢 基督徒应该要更正面积极的来看待 对于孩子们看到有一些 可能很年轻或者年幼就过世的人 我们应该要告诉孩子们 说生命在神的手中 而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珍惜 现在还存活的这个受税 让我们把握住今生 好好的与神 有美好的交流 得到这个救恩 那么无论什么光景 什么样的年岁 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都有永恒的盼望 拥有神所赐的最好的福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